可有一天 一个人找到了学校来 我们正在上着课 但门外面有人在敲门 这时 老师只好放下手中的书本 走出去开了门 那个人问道 你好老师 请问小梦是在你们班机里吗 老师迟疑了一会儿 反问道 你是小梦的谁 他说 这个你无权过问吧 老师说道 好吧 他在 小梦 你过来一下 此时 我只好疑惑地走了出去 我望向门外 天哪 竟然是叶萍先生 他来找我干什么 小姐 你好 他鞠了个宫 并说道 差不多已经有半年 没有人叫我小姐了 我也没有把我舅舅是董事长的消息 传到任何地方呀 在我满怀疑问的时候 他说 您舅舅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叫您小姐也不为过吧 我大吃一惊 难不成 之前的升职加薪 也只不过是我舅舅的意思 这 这不是我计划好的呀 这不成了是我舅舅帮我铺垫的事业吗 正在我吃惊的学后 他又发话道 董事长说 他找了一所私立高中 希望你能转学过去 当然 你要是不想转学 也可以自行选择留下 选择权在你的手里 叶萍先生对我说完后便走了 只留下一脸迷茫的我在风中凌乱 接下来的几堂课我都没有听 我一直都在想该不该转学 而周围的同学得知此事后 知道了我还是千金 纷纷向我示好 希望我能赏脸 他们这样子像极了我爸爸公司 没有破产的样子 我很犹豫 到底该不该转走呢 你们希望小梦转学走吗 请回答 下集决定 敬请期待